3月2日印度新德里纪20峰会期间,阿根廷外长卡菲罗正式通知英国外交大臣克莱福利。阿根廷决定废除两国签署的弗拉多里邓肯协议。这是一个什么协议?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,本属于阿根廷。早年被英国占领后,两国一直就马岛争端不断。 1982年,4月还为争夺该岛而爆发马岛战争,以英国胜利告终。但阿根廷一直未放弃对该岛的主权要求。那么为什么阿根廷此时来推翻这个协议?我认为有几点原因,一是受俄乌战争影响,俄乌战争还是在争夺领土。受此影响,当前国际社会有这个氛围。 阿根廷不失实际地提出马岛问题。既然国际社会都不赞同俄罗斯吞并顿巴斯。针对马岛问题自然有利于阿根廷。 二是马岛价值巨大,首先是它的地理价值。马岛是恶守着太平洋连通大西洋的重要通道。也恶守着麦哲伦海峡,德雷克海峡,和恩角。向南可侵略南极。 其次是资源价值,雨液、石油与天然气资源丰富。光石油储量高达600亿桶。相当于英国北海油田的总储量。有如此巨大价值,阿根廷当然不会放弃。 三是英国衰落,英国曾是陆战之王坦克的发明者。看看英国现在还有几辆坦克。综合媒体消息,据说英国只剩227辆挑战者2。能开的不到100辆,其中14辆送给了乌克兰。 欧洲双风层闻名全球。但如今的英国台风战机早已不怎样了。还好高物远地与日本什么的开发六代机。五代机都没整明白,六代机多半是个梦。 英国海军有亮点,至少还有航母。但维尔什亲王号三天两头不是断轴,就是螺旋讲出毛病。 甚至还要开膛破肚切开甲板大修。英国国土分裂,爱尔兰早就分裂出去了。如今北爱、苏格兰、威尔士什么的全都在闹分裂。根据英国独立报等媒体的报道,2022年英国因为付不起饭钱,而挨饿一整天的成年人,一个月就多达200万。 对此前首相约翰逊等人想到的绝妙办法,是少吃。英国衰落也是昔日殖民地看到机会,敢于硬刚的原因。那么阿根廷能收回马岛吗?答案恐怕是否定的。 英国确实大不如从前,但阿根廷同样实力衰落。四十年前,阿根廷陆军确实不怎样。 居然向人数只有自己四分之一的英远征军投降。但那时阿根廷海军还算可以。有航母、有巡洋舰、驱逐舰与护卫舰。现在早被败的一干二净。 四十年前年,阿根廷空军算是不错的亮点。甚至用一枚价值二十万美元的飞鱼导弹,击沉价值两亿美元的英国先进驱逐舰谢菲尔德号,实现了一比一千的交换笔,打出了精彩。 然而如今,阿根廷空军装备的基本还是老旧战机。能飞的数量据说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。空军是阿根廷军队仅有的亮点。这些年连这仅有的也败光了。 最关键是阿根廷缺少一股气。如果阿根廷人真有钢气。这四十年来不断整军备战。空军、海军、陆军能做的很多。别的不说,马倒离自己家只有五六百公里。我别的事不干,只发展导弹。我不断用导弹轰都能轰死你。英国在墙,毕竟相隔万里。而阿根廷却可以依托大陆,在自己家门口捅你玩。 更令人惊讶的是,没接受马岛战争时法国断货飞鱼导弹的教训。阿根廷不买中俄战机。居然还想着买二手F16战机。 这都咋想的,难以理解。对比之下的就是咱们中国。对于台湾,咱们绝对不会让它溜走。哪怕有美国、日本等强大对手干预。但咱们多少年来的军事准备。很大程度为的就是要打赢这一仗。 我们如今有这个底气说。距离中国大陆近岸2000公里以内,已成它国舰基进区。在500公里以内,已成绝对禁区。台湾和钓鱼岛什么的只有三两百公里。 所以说武器装备很重要,但战争的核心是人。那股钢器同样重要。战场得不到的东西,永远别指望用谈判能拿得回来。 其实大家可别小看这个马岛。它又被称为是大英帝国最后的荣光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这是英国为数不多的海外领地之一。 马岛是英国时空下的海外领地,内部拥有自治权。而国防和外交则由英国负责。只不过时代是在变的。时光流转,斗转星移,一转眼到了2023年。 现在的英国,和1982年时候的英国,已经大不一样了。1982年,英国的GDP总量为5150多亿美元。而当时中国的GDP总量为2050亿美元。 英国是我们的两倍以上。可是现在呢,2022年的数据。我们的GDP总量高居世界第二。是121万亿人民币,折合18万亿美元。而英国是3.068万亿美元。 我们现在已经是英国的整整六倍了。英国别说是和中国比了。已经被前殖民地印度给抄了过去。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老六。 所以随着英国的逐渐衰落。日不落帝国这个头衔,你现在在冲英国人说。他们甚至会觉得你是在侮辱他们。咱们再看看国际事务上。英国人除了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。 可以大张旗鼓,可以吸引一下全球的目光。还有什么新闻能登上热搜的。要么就是女王驾崩,要么就是王室的那点丑闻。其他的就什么都没了。因为英国的影响力正在逐渐下降。中美它是比不了的。再往后面去,德国比它有钱多了,也看不上它。然后就是日本印度,都比英国人都要厉害得多。所以英国人还能在什么地方刷存在感呢? 咱们常说的一句话,叫做强倒众人推。随着英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逐渐衰落。于是马岛问题,再次被阿根廷人给提了出来。他们提出要废除这份弗拉多里邓肯协议,并且重新商谈马岛问题。当然这只是第一步,就目前看来。以阿根廷的实力是不足以直接打败英国,收复马岛的。但是在不久的将来,随着英国的进一步, 衰落。阿根廷收回马岛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。而在关于马岛的问题上,我们中国的立场是什么呢?关于马岛问题,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大使,去年六月曾在联大非职特委会上发言强调。 在21世纪的今天,西方殖民者,为所欲为的日子,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中国在马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。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岛主权的正当要求。去年也是中阿建交50周年。 两国发布关于深化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。声明第四条载明,阿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。中方重申,支持阿方在马岛问题上完全行使主权的要求。 以及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,尽快重启谈判以期和平解决争端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。我们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提出的主权要求。支持阿根廷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都21世纪了,某些国家还在做着日不落帝国的美梦。还妄图建立海外领土。这种幻想,在香港不可能实现,在马岛更不可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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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。